天下附上 總統親筆簽名的民謠吉他 靠著精湛操槍 蘇麒麟奪下世界一隊錦標賽 第四名與特別獎家機 榮獲總統召見 但過程中可發生不少有趣的小插序 不只總統先被蘇麒麟的 過人身高嚇了一跳 蘇麒麟穿著水手服的女兒 還把場廳當操場 在總統眼皮底下繞啊繞 最後是可累了 爬睡在母親身上 對 而且他要練習 他的那個動作那種 他都不讓開 那是 在總統府內緊緊抱著 最辛苦的太太 感謝著一路上 為他提心吊膽卻又緊緊相隨 但面對結果 蘇麒麟卻有小小遺憾 貫徹軍人團結 無私的精神 蘇麒麟的不願SOLO 將自身的成就 化作整體國軍的榮耀 這次程序長與仙台報導 在酒瓦上 叫做 佩蘆 從